而谈到消费者取向 健身市场更是如此了 中国经营室曾经多次为您报道了 大陆的健身商机 不过现在也有大陆健身品牌 跨海来台要分食大饼了 这是因为台湾的运动人口 已经超过有700万 最新的趋势是 要运用正夯的穿戴科技 引进科技健身概念 标榜为您量身打造客制化的课程 提供专属的健身或者是饮食指引等等 其他的竞争者则是赶紧融入娱乐的元素 因为标榜多人一起训练 有游戏感 运动就不乏味 张静龄告诉我们 了解到你的肌肉跟脂肪之后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你的训练课表它是如何 肩膀要从一边去不气 被肩膀打造了 就是肢膀的意识率 就是心跳 就是移动的步伐 从进来健身中心后 所做的每个动作都跟科技连接 透过人脸辨识check身份 取代传统的会员卡 稍微等到30秒之后呢 它就会显示出你的肌肉量跟脂肪量的部分 用仪器测量身体密码 了解不同会员的健身需求 可能是跑步的部分 那借由这样的训练 可以慢慢增加你的肌肉量 如果你为了身材 在线条更好的情况下 我会建议你可能借由TIS的部分 肌脂肪率的部分28.2 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 那借由重训的部分可能比较適合 再搭配穿戴装置的智慧手环 记录运动的轨迹 像这样透过智慧手环 可以测量您所消耗的卡路里 以及心跳数 透过物联网结合大数据分析的概念 可以针对会员量身定做健身课程 健身科技领域在消费市场不断茁壮 以美国为例 估计2016年健身穿戴装置 会达到1740万套 比2015成长12% 收入会达到13亿美元 大陆健身品牌抢摊台湾市场 希望把美国经验复制到华人圈 你借由APP的统计 统计出你现在的训练量的部分 消耗的讨论2629 标榜智慧健身概念 藉由掌握生理机能数据 拟定从饮食到运动的客制化服务 运动完回家的话 然后可以看就是可能看手环数据 然后可能下次来的时候 可以再跟教练讨论一下 才知道说自己运动了那么久 还是做心安的还是真的有效 近几年路跑风盛行 2013年举行285场路跑 到了2015年就飙升到632场 足足是两倍之多 连带催往运动商机 2014年就我们了解是 它将在整个大中华地区 有9000亿的投资 在这整个所谓的健身产业 但是在这个2015年的过程中 几乎成长了将近5倍以上 它将有5兆人民币以上 台湾的健身人口已经超过700万 占总人口的三成 市场大饼人人都想抢 眼见对手来势汹汹 在台湾有16年的港商健身品牌 也打出科技感迎战 强调透过红外线扫描 可以量出全身400多个尺寸 建构3D模型 只要30秒就能让身材圆形毕露 掌描运动是否见效 我刚才讲出来的数据 这是你的那张脂肪 6月比例是24现在是23 就代表说你有点进步了 目前台湾人口参加健身中心的 比例才2.5% 那跟香港6% 或者美国就十几% 这张比台湾的成长空间 还是蛮大的 为了不让长期上门的消费者 觉得运动无聊 乏味 还得努力营造新鲜感 大的 8 9 10 3 4 5 5 6 7 结合重量训练的多功能训练器材 最大特色就是 一群人可以同时操作 做完一个再缓下一个 达到健身的效果 很静态地站在这边 但是我的汗就快要飙出来 对 我觉得还蛮刺激的 娱乐跟运动一起结合在一起 一定真的更有趣 不会那么的不想去动 慢慢地鼓起往上 小屁股 7个 慢慢地 慢慢地 3 2 1 无独有偶 走过9个年头的本土健身品牌 也打出娱乐诱因 自己来都是自己在Walk Out 然后想说 希望能够有个比较专业的人 然后针对自己比较缺乏的部分 做一些加强 身为目前唯一有上柜的健身品牌 用稳扎稳打的模式迎战 由路跑掀起的运动热 不只限于台湾 也开始在中国大陆发烧 光是今年就有30个省市 有自己的马拉松 经济也跟着动起来 像武汉在4月上旬 头一回举办马拉松 就替城市带来1000万人民币的经济效益 是平常周末消费的10倍 也带动当地运动品牌销售上涨30% 在大陆已经拥有20个据点的对岸品牌 考量到台湾企业 在穿戴装置以及云端系统上 整体技术相对成熟 把台湾作为切入科技健身的实验站 除了室内器材也走出户外 设计闯关游戏来收集大数据 所以等一下我们把摇摆鱼 放在我们的头后方 上下的摇动 预备 开始 开始 好像有加了很多的动作 跟你一般不会去做的 比较趣味性 比较趣味性 然后多一点花样吧 要不然单纯跑步也会无聊 一旦在台湾测水温成功 就要把这样的模式反攻大陆 应用到据点上 好抢下更多的运动商机 一场2.0版的健身战火 已经在两岸延烧 TVB新闻邹中霖 李卫华 张庆明 在台北的采访报道